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我听说书店的生意都不大好 你呀 要脑子活一点 经营多种一点 您今天找我来是 你也知道 小姨呢也很不容易成立了工作室 也成功了 而你呢 对她的作品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讲心里话 她其实挺感谢你的 那您回去告诉她 她的感谢我收到了 我跟她本来就没什么矛盾 之前是合作关系 现在不是了 仅此而已 好 这个里面有十五万 你收一下吧 她让您给我的 这重要吗 作为妈妈我 就是希望你们两个人双赢 小姨呢 她能够原来她作家的梦 有梦想总是好事 你呢可以用这个钱 把书店做起来 我从来就把书店没当成过生意 迟眼啊迟眼 我知道这么多年我不在你身边 没有资格批评你和教育你 但是 作为妈妈 我得告诉你 人早晚一天要面对现实 你有个性 你有理想 你有追求 这是好的 但 但不能跟钱过不去啊 能屈能升才能成大事 你说她这些难道我不明白吗 我还不明白 我之前为什么跟她合作 但人是不是要有自己底线 你不用再说了 我的书我不会给她 其实讲心里话 这些年 我过得也并不好 我到了那个家 他们一直把我当外人 所以你 你就也当做是帮帮我行吗 路透自己选了 路透自己选了 我先走了 我上机了 我先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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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